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投降之后 美国代表盟军近战日本 美国兵们已对一件事做好了准备 那就是 他们可能会受到防热的天皇崇拜者各种攻击 然而 当他们扛枪上岸 却发现这种事几乎没有发生 所发生的 反而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拥抱战败一书写道 当第一批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登陆之时 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唤 而男人们则鞠躬如也地阴行询问征服者的需求 书中说 他们被优雅的赠义和娱乐所包围 也被礼貌地举止所诱惑和吸引 这些当时难以理解的事 有一点后来很容易就理解了 那就是日本百姓确实已恨透了战争 他们需要解放者 他们之前的狂热 不过是被绑上了击 端民族主义的战车 心里想要停战 可没人敢在口头上说出来 天皇都投降了 大家终于有了台阶下 另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原因则是 其实日本的民族性是比较务实的 这从明智为心就可以看出来 主导明智为心的都是曾经激烈攘移的 比如伊恒博文曾与他的同学一起烧了英国领事馆 然而 当他所在的番要派他去英国留学时 他毫不犹豫地就经上海偷渡到了英国 因为当时日本不准郭敏出国 更为搞笑的是 他们偷渡 还是求经过领事帮的忙 这么哭笑不得 不要面子的事 他们就做得出来 对日本人而言 当一条路已走不通的时候 还不如装出高兴的样子 走另一条头呢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